一个专题翻译动作 我们在现场已经听到了很多9.5分的有效分数 而且入水出发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 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表现的还是 这是本土作战的选手王忠源 是2019年世锦赛的男子一米超版的冠军 谢谢大家 现场长起长起长起的掌声 我们看现场有非常多聪明的小朋友来学习 9.5分 9.5分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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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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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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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分 13分 。 但是比较 正常的大会 我们看刺激的腰部还接着机械 也是学员非常刻苦 还有他的脚踝 对因为他的脚踝 曾经是骨折过吧 然后他现在的脚踝里边 还有一块碎皮没有取出来 因为那脚踝其实 有好些还是挺重要的 是 我们来看一下 王中原这个动作 我们来一起跟大家再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王中原好像马上就换了一块板 他觉得到了最后 995 有分 995之余 975 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没有受到前一个运动员的影响 若您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斗板 这个跳板的斗板 确实不会靠下跑台 它动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我们再看看细节 我们看它的暴躁动作 最后一下说的看 来看潮原的第三名 大幅实际 来另一位王宗宇人 今天有力竞争者 同样也要做5156 他在中国也是非常的稳定 有分有分895 有分有分有分895 只得分105.30 现在就是要看谁稳定 谁就上了 是 这就是看谁平时训练的 也平了 是因为我们这期的赛制 是要比预赛 半决赛和决赛 但是没有潮赛的赛制 我们说现在的12位选手 每人都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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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比较好的一个动作 他的起跳包括红组打开 有分都是有错的 895 8分只能分92.75 稍微有一点点在过 对 让他的手发效果拆了一点 但是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动作 我以来手发效果再注意好一点 这个选手王中原 也不错这个动作 手把还是非常稳的 9.5 9.5 有分 有分 9.5 9.5 有分 只能分98分 那在这一轮当中 三位选手 CC 桃园和中原都用了三名机 而且三人完成的其实都还是非常舒服 是的 打开也是很规范的一个动作 尤其是刚才桃园啊 这个动作给我们的大粉丝的印象 这一跳98分 现在王中原依然是稳定的排带的第一 林奇璧 他在这一跳当中呢 动作的难度是稍微领先于王中原 目前他的总细分还是有一些 跟王中原有一些差距十几分吧 看看最后两跳还是要把握住 这一跳 这一跳完整得非常好 这一跳能不能无可挑剔 陈老师 全部这一跳就是要按按针来算了 是可以挑出瑕疵来的 但是在比赛中只能跳出这一跳也是非常的不错 是 而且这个两天时间啊 谢斯宜已经完成了这是自己的第十七跳 对 我们就没有发现有问题 有大的问题 还是轻轻可惜 我们来看看王中原 同样也是207 um 一 没错了 这算是超宝发挥了 这条完成得非常好 USB mystery 看来郎스터娃 这次状态是真的好 第二点可能在術场 感觉是不是一样 这条完成得非常好 因为它的训练 这条其实是难点 对 算是对它来说 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但一道比赛就完成得非常好 所以运动员这个一道比赛 发挥出来自己的水平 好漂亮 人体非常好 9.5 这一道还是跳出他自己的训练性 我们这一道非常有十分的宝分 0.30 空中的姿态现在爆点是非常的紧 是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谢思义的空中的动作 规范度 不愧是两个电视运赛 让你三米板的冠军留住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也是给自己能够很好的总结的一个机会 现在不是奥运会 来 王中元 三米板比赛当中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 将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 109C 非常好 非常好 顶住了这个压力 王中元这次的发挥是真是稳定啊 是的 稳定突出 顶住了压力 顶住了压力 顶住了非常好 我们恭喜王中元 王中元拿下了 9.5分之比赛 第一个单人下的名字 单人三米板的冠军 参考比赛结束 是 也是 唯一一个突破600分的 10位运动员 王中元之前只是拿到过市場的一米板 就是非奥项目一米板的冠军 是的 这次在这个比赛当中 也是战胜世界冠军 和奥运冠军 非常出色的表情 非常出色的表情 哇塞 好棒 600啊 好像 这次 合适要吗 就是 平均每跳都上100分 对 非常难 是 真是出色的发挥了 领受